Jordan Peele也许是整个电影史上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功故事 从一开始的网络喜剧短片 到如今成为比日本压缩机还稀少的原创恐怖片大使 人们总说第二部作品是所有创作者最困难的阻碍 但至少对我来说 它的第二部《我们》绝对是一部跨越繁离的开创性作品 那么来到Jordan Peele第三部 不!这部动用了消失已久的科幻老梗作品 究竟能不能再度证明这位导演的奇才 只能说这部电影想要致敬他对于Spilbert电影魔法的爱 但是自己似乎缺少了一点魔力 大家好我是超力方感谢点击这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出来抓到这些电影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做各种必看影视解析 快来一起跟上 啊我真的很想很想喜欢布 而这次虽然依然有导演招牌的惊人视觉 以及引人沉思的讽刺 但是如绝美的时钟 却没有任何装表将来将它拼凑完成 实在不能说是一部必推的电影 让我从头开始 无论你怎么看待Jordan Peele 无法否认的就是他在恐怖电影界是独树一格的创作者 而不像多数其他出众新人导演的命运 似乎全世界都愿意接受他的疯狂技巧思 从逃出绝命证的1500万预算 到现在不得6800万 片上看来是给了这位曾几何时的血腥将近百分之百的信任 不过或许如多数类似走向的导演 在原本线缩空间之下发挥的紧致其想 一旦被赋予如此广大的空间 无可避免的会有些失控与冗长 不得一开头 是一个家庭情境喜剧之中的黑猩猩演员爆走 攻击卡斯的血洗现场 表面上看起来跟整部电影其他部分都没什么关联 在这之后就来到了沉默寡言的主角身上 Daniel Kaluuya 被Jordan Peele称为他的Robert De Niro 放弃出现在黑豹续集的机会 来到这里饰演男主角 在迅马场中与父亲照顾马皮 突然之间各式小物品从天而降 钥匙硬币总之就是不该从天而降的东西 而其中一枚硬币也直接击中主角父亲 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转到半年过后 男主角和妹妹仍在帮无知的好莱坞剧组 做牛做马 实质意义上 然而在他们的马场 这诡异现象却仍无曲简 时不时遭讽完全断电 马皮也跟着躁动 于是兄妹俩着手进行调查 以下对于没看过预告的人会有些微剧透 请自行珍珠观赏 所以这是一部UFO电影 但这可是Jordan Peele 他当然不会随便拍一部老梗的幽浮电影 整部电影前半段就跟大白鲨一样 他都死守着幽浮的真正样貌 更不让观众看到他任何实际恐怖行径 这是一部恐怖片 这不是一部恐怖片 真正的恐怖是你必须面对我再喝了两杯 叫附和一整罐啤酒之后写出来的稿子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这篇一篇 可以确定的是 这不是我们阿公那时代的飞碟片 不过他吸得跟阿妈对阿公一样用力 在电影前半段 这些时刻不断堆叠 没有任何释放 这可说是彻底的铺陈 如果你是那种想要刺激的恐怖片观众 这些段落会让你想直接放弃 不过如果你早已习惯了现代艺术恐怖片的挑逗 这些片段会让你笔直坐挺 期待恐怖真正破门而入的那一刻 有些人可能受不了这样的压力 想出门散散行 既然今天影片都是在谈论科幻电影了 台北的观众们是不是也该来关注一下 咱们台北的未来 太老了 太老了 连红心跳慢慢靠近 太老了 太老了 台北城市博览会 Good 没有错 8月27日 2022日台北城市博览会将强势降落 今年有三大展区 六大主题 永续发展 城市再生 打开台北 共融社会 创新创业 智慧城市 让我们从不同面向见证台北改变 展望未来 从8月27日到9月11日 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 将会在花博正宴观举行 到时候还会有市集和各种精彩的展演 相关资讯未经放在影片说明栏 现在就去探索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吧 回到电影 可惜的是 这些铺陈多数时候都存在于寓意的层面上 几乎不在乎实际的故事 接下来这段可能会听起来非常负面 但请相信我 我还是认为这是一部非常独创的电影 首先我们看不到父亲之死对于兄妹俩的影响 这样的创伤在开场戏过后就消失无踪 我们大概看得出妹妹浮夸和爱事的性格 然而没什么实际跟故事的连结 男主角更像一张白纸 其中无尽的解释性对话和被动性 就连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演技的Daniel Kaluuya也无法驾驭 更像是从一个事件被拖到下一个事件 当然这也是恐怖片的常态 然而欠缺对于两人相信什么 害怕什么 误解什么的铺陈 实在是难以带入 反而步的一切核心都不是角色本身 几乎都是为了侍奉寓意而存在 晚晚一点再来探究这部分 所谓的幽浮确实如我最爱的那些恐怖片一样 默默存在于背景中 差别就在于我们在这部电影里只知道这些角色想做什么 也就是捕捉怪异现象的证据 至于角色的缺陷以及最根本的动机 除了成名赚钱这一点之外 都没有机会看到 看不到这驯马场的事业如何衰退 更无法体会父亲死去的伤痛 只剩哈哈飞碟也拍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爆红了 有看过我的年代十大恐怖片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是对铺陈最没意见的人 但是步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是铺陈 真的稍显冗长 不仅没看到角色进展 更是鲜少让只穿梭与云层之间的恐怖存在 与它们有任何互动 只有准备准备再来多点准备 不如最近令人毛骨悚然的艺术恐怖片 女巫或是夙愿 光用角色之间的焦虑以及多疑 去塑造贴近人生的恐惧 故事就这样从一场戏漫游到另外一场不搭嘎的戏 对话虽然说不上身影却也毫无动能 其中有些令人为之一亮的画面 但整体没有堆叠出像逃出绝命阵那样的张力或主旨 这部定当然也有其中特色 在最本能的层面上 Jordan Peele纯粹用技术就能让人如坐征战 你一定要在iMac上看这一部 体验吞噬一切的黑暗 从没如此令人害怕的蓝天白云 以及也许是今年最有沉浸感的婚姻 这部定在你不注意之下 总是巧妙地置入一些背景音效 就连从头到尾以静谧作为主题的境界都没那么有效 在幽浮来临之时 大地瞬间陷入死机 所有电器停止运作 仿佛电影院本身被抽成真空 你这才会意识到自己多把听力和声音视为理所当然 你的狐疑与心跳不断膨胀 试图填满这样的真空 真的纯粹就体验的角度来说 你今年很难再看到如此震撼的作品 不明显是Jordan Peele写给Steven Spielberg的情书 在其中可以看到诸多受到大白傻 第三类接触世界大战启发的场面 更重要的是角色费尽心思试图拍下幽浮的情节 也是在像拍电影这件事本身致敬 孜孜不倦的牺牲身心健康 个人安全 有时候甚至是家人的爱 就为了捕捉那一瞬间的电影魔法 尽管如此 这些大师级的气氛营造 却因为缺乏背后的角色而几乎毫无重量 如果蝙蝠侠或者沙丘对你来说太过冗长的话 那么请准备好面对更大的考验 等待这些铺陈开花结果 就像死命玄球救生拳 却抓不住任何东西 一切都显得如此遥远 不过若要说任何能够维持我们对于不些许注意力的 那这是Jordan Peele最擅长的社会批判 电影开头就引用了纳宏书3-6 我必将可赠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 入墨你为众目所观 原文的最后一句是make you a spectacle 加上电影中的台词也多次提到这个字 于是spectacle这个主题昭然若结 你会想spectacle不是奇观或者大场面的意思吗 有什么好害怕的 在此的奇观 也可以指已经被大众媒体彻底贯穿的社会 把一切惨剧争议都视为表演 无论任何大小事件都能被划为娱乐的风潮 Jordan Peele绝对是在拿这一点做文章 他在自己的各路访谈之中也有提到 人们的经验不再是真正的体验 而是由各式各样的图像以及同温层组成 对于这部电影中的角色 面对幽浮这样未知的恐怖存在 第一反应不是自保 反而是拼了老命的安装新设备 甚至主动挑衅幽浮 冒足风险就为了拍他们所谓 足以上欧普拉秀的镜头 跟前阵子的千万别抬头 有个微妙的对比 所有残酷值得严肃探究的事物 都成为令人分神的片段 又或者引用最近更受瞩目的经典作品 史上最伟大的游戏 《潜龙电影崛起》再复仇 这游戏虽然非常讽刺地自己成为迷因 然而却再次展现小岛秀夫精锐的预言 人是爱入闹的动物 而迷因不止止射那种可以不断复制 快速传播的网路梗 更是实体化了我们恨不得把触手伸进所有事物 藉由共同话题来互相连结的欲望 人人都是大娱乐家以及其他娱乐家的忠实观众 想想当年George Floyd刚被警察执法过当害死 IG上一片全黑症方形 加个hashtag 就好像搜集到一定数量的黑色框框 种族歧视就会神奇的消失 即使议会到这种行径的无意义 状况仍然持续 黑色狂响被换成解说种族歧视历史的可爱小简报 一路从几百年前的奴隶贩卖讲起 不能否认这些多数出于好意 但是奇观终究是奇观 就像烟火短暂点亮你的双眼 转瞬即逝 又或者像是前几年某个持枪屠杀穆斯林的恐怖分子 身上还架着摄影机直播 口中喊着毫不相干的PewDiePie 一个屠杀竟然牵扯到全世界最大咖的网红 实在是连小岛秀夫都无法预测到的荒谬 却也再次证明这部电影奇观的主题 当然全世界最庞大的娱乐产业 好莱坞也不会放过这种奇观 拿着疫情来做文章 又或者是当初在911之后 多年一而再再而三在电影里面 指涉这个国家悲剧 就连我们最爱的漫威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当然这不止限于现实世界 越来越多商业大片都把奇观当成最高指令 只想塑造烟火 不断套用过往劳梗 毫不在意角色真诚 那么同样身处奇观产业的Jordan Peele 也许就是借由这部电影做出反抗 这幽浮就象征着横跨虚实的各式奇观 人们争先恐后参与其中 最终只是被这幽浮吸入吞噬 吐出一堆与个人主体脱节的琐碎小物 就连其中角色面对幽浮的方式 也对应到这个主题 以下可能有围抱雷青斟酌观赏 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猜到了 没有错 应对幽浮的方式只是转过头不要看 不过无论是对于现实世界 或是哗众取宠的娱乐大片 我们都没办法说一声 不就期待它消失 那么也许在面对这些奇观之后 可以先放下手中的爆米花 毕竟忙着搅爆米花 就没空与旁人认真审视或讨论了 对吧 现在就点画面上连结看更多影片 尤其是最近Netflix人做睡魔推荐 我是超厘房 我们下部影片见